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,26日凌晨2点,韩国医疗团队对曾两度涉毒的韩国43岁男心金成民进行第一次脑死判定,并在韩国时间10时15分最终宣判脑死。 24日,金成民与妻子争吵后被发现倒握在浴室,被推断是试图自杀,他送院时心脏已经停止,接受心肺复苏后一度恢复脉搏,但仍要依靠人工呼吸器维持生命。 医院方面陈称26日最终宣布金成民已经脑死。据悉,金成民在第一次被判断已经脑死后,金成民的家人已向医院方面表示,按照金成民生前的愿望,其所有器官都将被捐赠。 基于金成民已在金成被宣布脑死,医院方面预计会于当天下午进行器官捐赠的手术,而金成民出病仪式将于28日上午举行。